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 本日最發燒的幾則新聞 今天列了七個 第一個 仍然是我們講的 防疫的藝人會外賽 蒋詠傑他的點閱率很高 因為他現在是國民女神 蒋詠傑送醫療器材到苗栗 醫護界女神高寒我愛你 他真的好感人 到處去送這些救命器材 第二個彰化防疫旅館火警 這件事情好悲哀 三房客一消防員殉職 第三個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傲慢 前路透社總編炮轟柯文哲安黃珊珊 這個其實是一個外國人 來看待台灣的整個防疫 他為什麼會這樣炮轟他們兩個 其實是因為黃珊珊說 他不接陳時中電話這件事情 讓外國人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第四個習近平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完全統一是中共歷史任務 第五個不浪費一流 南化水庫每天供高雄四十萬噸原水 第六個余北辰 余北辰我們常碰到他 他炮轟學長 為什麼祖國變成對岸 他為什麼會突然間炮轟呢 是因為他每天被炮轟 他自己被他的學長炮轟 然後最近這兩天他被他的同學也炮轟 結果他就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很生氣 是因為你們簡直就是把對岸當成祖國 這件事情讓余北辰很不爽 好來第七個 赴美不到一年蕭美琴貼TIFA會議的白髮照 對蕭美琴他短短的駐美的時間 他貼的那張照片整個頭髮上面都白掉了 讓人覺得而且還長很多痘痘 看起來工作真的是超辛苦的 那現在台灣正在打的就是他 極力爭取來的 美國送給台灣的莫德納250萬劑疫苗 所以蕭美琴真的是還滿辛苦的 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又跟黃子哲有關 不過我要請教東豪 跟疫苗也相關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跟四縣市發公開信 請總統要授權地方買疫苗 他就跟這個林明珍 張立善 徐甄衛跟饒慶林 這四個縣市首長一起發了一篇 救人如救火 救人不能等 然後他們要聯合起來去買疫苗 這件事情 東豪你怎麼看 黨主席選舉 這加進城 江主席最近有很多動作 我都是把他用黨主席選舉來看 因為本來七月就要選了 所以侯友宜跟盧秀燕沒有支持他 就是我怎麼講 有疫情最嚴重的區域其實是在新北市 我長期以來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我不會拿高雄去跟台北市 因為疫情的確診病例數差很多 雖然大家都很緊張 可是你要知道說新北市六千例 台北市破四千例 你在那個大爆發的瞬間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比如說疫調 可是當那個大爆發結束 慢慢恢復下來的時候 你的疫調就要趕快做 那跟江啟臣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關係 你要買疫苗對不對 對 先請林明珍縣長把手上的庫存疫苗打完 就是你手上還有疫苗你沒有打完 然後有一天那種告人在講說你要疫苗 其實這四個縣市他們施打疫苗的比例 放在全台灣是最低的 因為花東因為相對可能情緒上沒有那麼緊張 我就為什麼剛剛沒有講花東 因為花東真的是比較狀況會比較緩和一點 可是你要知道南投 南投離台中是很近的 對 然後林明珍林縣長是喊疫苗喊最大聲的一個 對 可是你連疫苗你都沒有打完 然後就一直要買 我直接講這叫政治操作 他可以打疫苗的類別還沒有往下 你不可以拿這個標準去全 如果現在劇都開放了 搞不好疫苗就打得完 我絕對不會冤枉林明珍是因為 哪一種疫苗 不管是AZ莫德納 你打了多少劑 你剩下多少 每天都在更新的 對 我今天講林明珍不是說莫德納 不是喔我在講AZ 而且是整個量 是 中央發派到地方的疫苗總數 你到底打完了沒 因為很多個縣市其實都已經打光光了 他剩的是零 對 人家在準備莫德納的下一批 也就是說今天 我們一直講7月12微解封 你如果微解封有一個更進一步的企圖心 你什麼時候可以到達回到二級 要達到二級就有一個關鍵 疫苗普及率 微解封是讓一些人可以喘一口氣 可是你要真正的生活回到那個無菌式的狀態 你一定要疫苗普及率 靠打疫苗 我再講一次台灣的疫情 我們身在其中你會很緊張 可是你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像芬蘭這些國家敢對台灣免簽開放 好幾個國家喔 芬蘭 荷蘭 然後歐盟 歐洲這幾個國家 你覺得人家頭殼壞掉嗎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的疫情那麼緊張 然後人家敢免簽開放 對 你只要有做PCR他就讓你進去 而且芬蘭是直接什麼都不用 你免隔離什麼都不用你就直接來玩 他相信你會把你自己管理好 好 那這個跟台灣內部有什麼關係 也就是說這一段時間有很多 我說都不客氣的講 為什麼我覺得都是政治動作 好啦給指責講一下 政治動作啦 這樣也是為了自己選黨主席啦 是這樣 我們黨主席的確是正在要選舉 不過當然要等到解封 東豪二級我們才會討論那時針 那我要講 我知道東豪哥的意思啦 用這樣的角度看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結論 但是不要忘記了 就是說像中央規定可以死他